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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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談一下為什麼我們用五分鐘的時間談一下我們這次為什麼要辦這個座談會 就是社會上很多人以為台灣的教科書 自始就是從頭開始就是今天這樣子的論述 所以就正定馬英九在上台之後的兩次課綱調整 是強行去用政治力干預教科書 但事實是什麼呢 教科書的正義其實來自於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知台灣教科書 那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是國家意志的貫徹 所以李登輝等人要打造台灣國族 必然要把台灣建國的理想落實在教科書的書寫 所以就找來杜真勝這些學界人士 那麼推出了符合這個分離主義的史學理論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同心原史觀 那這套史觀在本質上就是台灣國的這種國策的史觀 那麼一直到民進黨執政 教科書都是一直維持著這樣子的一個書寫的模式 那杜真勝後來就被拔作為教育部長 那在陳真冰卸任之前呢 他就完成了兩次課綱的修訂 還委託台灣歷史學會完成了一本叫做 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減合計畫 那麼直接下發到各個書商要求修改教科書的用詞 因為這個在他們的眼中中國變成了外國 所以連古今中外這句成語在當時的教科書都被禁用了 那麼馬英九在上台之後呢 他雖然有心要在教育問題上面撥亂反正 但是老實說更改的幅度不大 那真正能夠去改變台灣學生的史觀跟民族認同嗎 我們應該是很難說的 特別是教科書的這個編寫跟審查 第二關跟第三關到現在都還掌握在獨派學者的手中 所以回過頭來看其實教科書的問題 本質並不是什麼藍綠鬥爭 這樣子的提法我們認為是混淆問題的 因為國民黨到現在也才由立法院黨團開過一次記者會來支持課綱為條 那其實我們應該了解的是歷史跟政治是分不開的 那獨派學者他打著這個學術客觀的旗號來隱藏他分離主義的立場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呢政治的問題就是史觀跟立場的問題 也就是民族認同的問題 那我們必須要問自己的是 我們希望下一代接受的歷史教育 是站在美化殖民者的立場呢 還是站回來我們台灣人民 長久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 反對殖民者的立場呢 我們也知道今年是賈魯戰爭120週年的紀念 那歷史教育涉及到歷史正義的大師大非的原則 從更高的角度來看 其實今天台灣教科書的這樣的爭議呢 問題的根源還是來自於國共內戰跟兩岸分裂 那麼在這個歷史過程裡面 台灣一直處於劣勢 所以就有一些人想要通過反中反共這些動員 來切斷兩岸之間的連結 那由於過去的兩岸對抗 那麼讓台灣社會想要經由否定中華民國 進而否定中國 所以呢要檢討教科書問題 同時也必須要檢討國共內戰兩岸分段的這個歷史 當然也必須要檢討已經獨台化的中華民國的體制的問題 那麼最後呢就是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 兩岸之間也逐步走向的制度化 特別是最近幾天張志軍跟王玉琦在南京見面 那麼台灣的教科書當然要反映兩岸之間的新形式 不能夠只停留在過去的反共冷戰的意識形態 那麼兩岸的分裂呢也就反映在台灣教科書的這個爭議上面 要想解決好教科書的問題還給台灣學生正確的史觀呢 就是要先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最好的辦法就是先解決國共內戰跟兩岸分裂的歷史問題 而且其實台灣早就已經有了現實基礎 那麼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就認為說 應該要先恢復國統綱領跟國統會的運作 回歸到兩岸同屬一中的歷史以及法理 通過民主與國家的再統一取得社會的最高共識 而不是政治上的相鬥 最終才能夠來解決教科書以及國家民族認同的混亂 修改課綱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該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來面對眼前這個事局 為什麼新修訂課綱提到高中國文的課程目標 是要透過文化經典的閱讀 來理解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 什麼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 我個人覺得是和平主義的天下觀 孔子講仁愛德志 墨子講堅愛非公 老子講道法自然 就算孫子兵法也不是教人去窮兵讀武 既然歷史和語文教育會影響學生的人格和世界觀 也是他們認知其他學科的重要憑藉 那我們的文史教育 就要思考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目標的服務 在世界範圍來看 反殖民地宣言既然是聯合國決議的 是舉世公認的價值 那我們的教育宗旨就沒有道理去背道而行吧 在東亞 鬧出修改教科書動靜最大的是日本 而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始作勇者 是暗信件 這個人原是二戰的賈吉戰犯 被麥克斯放出來以後 還當上日本首相 開始興風作浪 把侵略中國改成進出大陸 以後 日本政府修改 篡改歷史教科書 否認工程最行的事情 就從來沒消停過 現在他的外尊 安倍晉三當首相 又呈現起後 在中學教科書的課綱上說 吊島和獨島是日本固有領土 凡子總總都說明了日本政府 一步步的把國民的集體意識 帶向一個有過必問不知自行的邪路上 這樣的國家將來會得道多助還是失道寡助 日本在發動殖民侵略以前 就是透過教育 來做好國民集體動員的準備 結果給他們自己和亞洲國家帶來一場巨大的災難 到今天還沒完沒了 應見不遠 我們要思考自己的教育 是為了培養什麼樣的國民 如果我們不希望 台灣學生繼續成為日本殖民主義路線的普通 那麼文史學科的反正工程就很重要 即使從時間點來看 這次鬧出的課章風波還是難脫選舉因素 但從長遠來看 台灣學生反殖民史觀的建立 既是尊重本身的歷史事實 也是世界公認的價值 不會讓台灣人成為亞西亞的孤兒 最後我想要呼籲的是 解放台灣中學生 國語文揮灑的時空將近 避免讓文史教育成為政治爭議的僵局 恢復和還原文史學科的中國含量 是台灣學生競爭力和主體性的升級 文史教育裡邊提到的 有關我們憲法裡邊 教育的基本國策和國民教育法中 有關於教育課程和教育目標 都提到了民族精神這一點 我相信不只是寫好看的 有一次有個高一學生問我 老師 原載算不算我們的國寶 可它不是中國四川來的嗎 我只好敢問 那孫中山是不是國父 他不是中國廣東來的嗎 王昌林的誓說 青山一道同雲雨 明月合成涉養香 教育就算是附屬於政治 但也有它超越政治的獨立性 正是這種超越性 明月般的超越性 才足以讓台灣學生在未來 很好地解決當前的紛爭擾擾 我的發言就到這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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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